那接下来让我们进行这个单元的线性度 线性修正与有效位数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其实对比于我们刚刚讲的解析度的差异是 虽然我号称我的ADC有这么高的位元素的解析度 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准确不准确 我们会需要有一定的屏蔽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进行ADC DAC的线性度的一些表示跟修正 那线性度的问题导演于半导体的制程当中 常常会有一些些微的偏差 那这些微的偏差在那个ADC模组量测的时候会产生误差 那这些误差呢分为几种 第一个是微分非线性误差 Differential Non-Niniti DnL 微分非线性误差 那另外一个是累计的非线性误差 INL 那除了这两个误差以外 另外还有Offset L 我们就称为偏积误差 或者是增益误差 叫做跟L 那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那个 偏积误差跟增益误差 它的修正是比较容易的 那微分非线性误差跟累计非线性误差 RNL、DNL讨论的比较少 那实际上它是真正在那个 我们用ADC做那个感测器量测的时候 所存在的一些误差 那这些误差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技巧 把它加以修正 首先我们来做那个DNL的说明 那DNL实际上呢 它是这样的观念 我们知道我们每次刻度增加的时候 类比电压 代表的类比电压 其实呢增加了一个LSV的解析度的电压 那倒过来讲是说 倒过来讲是说 每次呢我们的输入电压 如果增加一个LSV 那我们Count就应该增加1 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可是往往在实际的那个ADC模组里面呢 这个现象会有一些误差 也就是说每一个Count在增加的时候 它如果不是刚好是一个LSV 就让输出的数位加1的时候 就会有DNL的误差 那橘色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当然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故意放大的现象 那这个非线性误差呢 是转移曲线的布阶 它的大小布1 它的大小布1 我们原本希望它像那个白色ID的状况 那可是实际上可能会有 我们在图形里面橘色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DNL 那DNL用来描述每个布阶 大小不等于一个LSV电压的状况 那在我们的图形里面可以看到 那个 当我的那个量测值 当我的输出值 从1要变成2的时候 11桑 我并没有真正增加一个LSV 我的输入只增加了0.5个LSV 我的读值 我的输出值就已经增加1 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存在了一个微分非线性误差 那微分非线性误差 其实就是这个每次增加1的布阶 那它的那个电压差 除以一个那个最小有效位数的电压 电压差 那 的一个比例 再减掉1 再减掉1 那如果刚好等一个LSV理想状况 DNL当然会为0 当然会为0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图形里面 所看到黄色部分 它的DNL 就是负的0.5LSV 累计非线性误差呢 其实 所讨论的就是刚才的现象 那我们要加以做量测 因为其实我们在实际应用上 我们并不在乎 个别位数 它的布阶大小 但是这些布阶大小 如果 如果那个累计起来 它的非线性现象 可能就会非常大 可能就会非常大 那 那 举例而言 举例而言 那个在前面的例子里面 我们在bit1 转换到bit2 会有0.5的LSV的DNL误差 那相同的 我们在 读值是4 转到5的时候 也有一个 负0.5的LSV的DNL误差 这个时候 我们 比较在乎的是 实际上 整合起来 我们的值 数位输出的值在 读值是5或4的时候 跟实际的类比输入差异的距离 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比较在意的是 那个RNL 那简单的讲 RNL是DNL的累积 那用来表示实际的转换曲线 与理想转换曲线的总偏移量 那刚刚跟大家介绍过 它的式子其实就是 Summation的DNL 有I 那I有1到N 那整个加总起来 就是那个 RNL 那这样的数字 我们就会知道 在理想状态的时候 的值是不可靠的 实际上它的值 会随着我们每个bit 的DNL的累积 渐渐的偏移 我们中间这条 理想的曲线 理想的转换曲线 那 通常呢 在实际的应用上面 我们就要运用一些技巧 想办法 想办法来把它的那个 曲线修正回来 那当位数比较多 位数比较多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图形中间的 纵轴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现象我们可以 撇开锯齿状 我们会得到一个 类似这样的效果 那 那 黄色是我们理想的类比输入 那 橘色呢 是我们实际的转换 转换的那个曲线 黄色我们刚刚讲的是 类比输入 对数位输出的一个 理想的转换曲线 橘色可能就是我们 遇到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那 如果位数很多的时候 就有可能有这个现象 就有可能有这个现象 那因为位数比较多 你累积的count也比较多 当你的ADC 设计不好的时候 那RNL的误差 累积就会比较大 就会比较大 那 上图里面的RNL 其实是蛮大的 不过这是一个示意图 是一个示意图 那通常 它使用的单位是LSV为单位 就是为最小有效位元 它的那个 的那个电压差 最小有效位元的那个电压差 当做一个单位 这个时候那个通常很多的ADC 会标示最大的RNL 有时候很多人会误解 RNL的误差 代表的是原本 比如说RNL标的是2个bit 那是不是代表一个16bit的ADC 它有2个bit 是不能使用的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这是一个误解 它所代表的 只不过是 它的非线性累积的误差呢 其实是2个count 2个count的值 那也是在最大误差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现象 那平常呢 它还是非常接近的 那只不过RNL还是有它的一些盲点在 像这样的一个曲线 我们常常呢 可以用线段驱静 的方法来消除误差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用 我如果知道 我已经非常详细的矫正 或修正 或是详细的量测 我类比输入跟数位输出的关系 那我会知道说 类比输入跟数位输出的 非线性的状况 那 如果它的趋段 它的趋限 它的转移曲线 是比较单纯的 那我就可以 利用几个趋段 来做逼近 以这张图而言 其实我们通常可以利用 2到3个趋限 趋段的线段 趋近法来消除 来消除这个误差 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读值 我知道 我应该用不同的斜率 来取代它 或不同的offset 来取代它 那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观念 那offset error 偏移误差 偏移误差 那它的现象是这样子的 假计 我们的转移函数是 橘色的这条线 那有时候呢 输入为0 我的输入为0 可是呢 偏偏这个时候 我的数位输出不为0 那表示它存在的一个 偏移误差offset 或者是 我的输入明明不为0 可是数位输出依旧为0 这里也是 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offset 那这个offset 比较容易修正 比较容易修正 是因为我们只要在我们 转换出来的电压值 加上或减掉这个offset的位移 就可以把它修正回来 那争议误差 顾名思义 其实是那个转移函数 斜率的问题 那理想的争议应该是 如图中mi的状况 可是实际上 那个实际的争议可能是 那个ma的一个斜率 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 几点 我们可以利用斜率的式子 把它很容易的把它的争议 算出来 那这个争议算出来的修正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那个 在做那个Digital 转成那个Analog的时候 就是我们回算 回推估输入值的时候呢 我们再乘以一个争议的修正值 就可以把正义误差给补偿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不论是解析度 不论是线性误差 它的整体效应是怎样 我不想看个别误差 我不想知道偏移量多少 我想知道 整个输入的效益为如何 那有一个量测的方法 就是有效位数 那个Effective number of VIT ENOV 那它是一个评比的方式 它是一个整合的评比方式 那这个有效位数呢 一定会比ADC本身的位元素低 那它量测的方法 其实是做一个整体的方法 所以呢 我量测信号 对杂讯比SNR 然后用那个位数的推估公式 就可以知道整体ADC的解析度 的位数效果 那量测的方法是 我输入一个满科度的悬波 取 取样数周 进行频谱分析 计算 SNR 然后带入SNR的公式 那这样我就会知道 我的有效位数是多少 那这个是一个整合性的计算 以上是我们针对ADC的一些 准确度的估测的方式 一些参数的说明 RNL、DNL、增益偏移或者是 offset等误差的解说 我们也解说了有效位数的一个估算 是一个整体ADC效能的一个评估